如果全LGBT出來的程式跟我長得不一樣的話 你可以拿我的 因為最麻煩是每個人產生的都不盡相同 那這很容易就是很麻煩,不知道怎麼辦 不然你今天先用我的也可以 不過理論上我試過應該都大同小異 之前好像我記得沒有這個東西 他偶爾會加這個東西 所以如果假設因為我看得懂 那如果你看不懂的話 沒關係,你就是可以慢慢培養看得懂的這個能力 如果你將來看得懂也能夠修改的話 問題應該就比較小了 所以我剛剛是把這一段程式碼 直接複製貼過來 所以這個是Sub到EndSub Ctrl-C 然後直接貼到哪裡呢? 貼到我們這邊就是這個地方 貼上就可以了 然後我好像改了這個地方 這個改一下 然後這邊把它刪掉 然後這個W點這個把它刪掉 這樣就OK了,試一下 理論上應該就可以把資料抓下來 然後我再開一個新的 因為剛剛那個寫法是一定要第一個 現在不管哪一個 看能不能把資料抓下來 執行一下 理論上如果沒有問題的話 它就賄賂成功了 應該沒問題了 所以這個程式是可以用的 另外的話其實我還有刪掉一些東西 刪掉哪些東西 因為原來程式上面有一個宣告變數 那在VBA裡面呢 其實它有個特性 就是你可以宣告變數 也可以不宣告 結果理論上是差不多的 所以我的習慣是 宣告變數這個其實是可以刪掉的 那我剛剛貼上這個程式 上面沒有宣告變數 所以這個部分的話呢 跟各位講一下 再來的話就畫圖 那比如說我希望呢 請你幫我把香港畫一個圖 然後香港 那這個是它的時間嘛 那香港畫一個圖 中國大陸畫一個圖 日本畫一個圖 等會有五個嘛 所以我希望能不能把它 空一個G欄 幫我畫在這裡 那畫的寬度也許不用太寬吧 大概就五六個欄位就可以了 假設我畫一個五個欄位就可以了 然後列的話大概就十列 好像類似前面講過的 第一個香港 幫我把它畫一個折線圖 畫在這邊 那這個前面做過了 所以如果假設做過了 我們就不用再重做 其實我們是可以拿什麼 拿之前的程式來改應該比較快 那你可以拿我們之前的畫什麼呢 畫這個高速公路超速這個 不知道各位應該有個印象 底下這邊就有畫超速折線圖 你可以把它改成香港折線圖 有沒有 然後這個可以改成中國大陸折線圖 我把這一段Ctrl-C 直接怎麼樣 把它貼到這邊來 貼上 OK 那第一個就是改 改的話就是應該會改吧 香港 那基本上的話呢 改的方式 因為它只有兩行 所以呢 你需要改動的第一行 其實就是它的坐標 所謂的坐標就是你這個圖要畫在哪裡 那我要畫的是H1 有沒有 這個這個 然後總共 我希望五欄實列 五欄實列的話 那所以這邊的話就是看到什麼 坐標就是這兩個 所以這邊把區 改成H就可以了 有沒有 這邊改一下 這個就是它的Labs Labs就是水平 Tub就是垂直 就是垂直 然後寬度的話呢 我們這一樣通通把它改成H H1 那寬度的話呢 本來是10欄 我把它改成5欄就可以了 不要那麼多 列的話呢 一樣是實列 一樣這邊把它改 這樣OK的 那第一個OK之後 第二個的話就是它的那個什麼 第二行就是它的 叫做這個 Source Data 指的就是說呢 你必須要跟它講兩個欄位 一個欄位是A 那這邊是A1到A40 B1到B40 可是我們看一下 這個Ctrl向下一下 沒有那麼多耶 它只有到28嘛 所以其實很簡單 你只要把這邊改成什麼 改成28就可以了 這邊改28 好 這樣應該OK了吧 我猜應該OK 那試試看 那改完之後的話呢 再把香港折線圖執行一下 看一下結果OK OK 所以它就香港 所以看得出來 大概解封應該 所以可以看得出來應該是 112年的1月 緩緩的向上 有沒有OK 那中國大陸的話呢 其實也都差不多 所以中國大陸的話 改的話 怎麼改比較快 所以其實我發現這一行 應該都可以拿來貼到這裡 然後這邊的話呢 可以直接改成中國大陸 然後Source的話呢 這邊就改成什麼 改成28 因為都一樣28 然後這邊改28 因為把B改成C 那應該就改完了 那應該就改完了 不不不 這不對 這個應該是11 因為再來的話是下一 應該是直接 應該 這個改的話其實 我跟各位講 其實這個Labs應該可以不用改 Naps如果你用H1也可以 因為它是同一條線 OK 然後Type的話改11 就可以了 那這個 這兩個應該不用改 沒關係 因為它的寬跟它的高 H1跟H11 其實應該是一樣 一樣大 所以這個不改沒關係 所以我大概 中國大陸大概就改幾個地方 第一個 這個地方改一下 然後這邊的話就是把這個數字改一下 好 應該OK了之後的話 把它執行 中國大陸看好不好OK 啊游標放在這邊好了 執行一下 中國大陸 欸有了 有沒有 然後刪圖的話 就把這兩張再刪掉 有沒有 欸 香港有了 中國大陸有了 然後再來就是刪圖 那最後的話呢就是全部的 全部好像我們就是底下這一段 全部就比較難了 全部有五個欄位吧 不過應該有印象吧 我們之前有寫過 把這個全部 假設拿來改的話 基本上的話呢 就把上面的規則找出來 哪個地方有修改 其實第一個就是把這個改成H G 通通改成H 然後這邊乘以 這邊是乘以5嘛 所以把這個拿來乘以5 我這邊是用500 我把它改成乘以5 OK 然後 嗯 底下的部分的話 還有哪些地方要改 這個是bcde 其實我們看一下欄位數 bcde到f 所以這個地方的話記得 你要再加一個f 因為它有五個欄位嘛 還有 fori等於1到4 不對 應該有五欄 所以fori等於1到5 所以把全部折線圖貼上來之後 第一個 改fori等於1到5 第二個的話 藍數多一個 所以我剛剛改了這一個 改了這一個 然後另外的話呢 G改成H 有沒有 那其他還要改哪些地方 其他好像都不用改了 向下追蹤 這個因為已經向下追蹤了 那它是從A1向下追蹤 我看A1向下追蹤 Ctrl向下 也可以 那應該沒問題 好 那這樣的話我們來執行看看 全部折線圖 所以我剛剛只有把它貼上來之後 大概改了幾個地方 一個地方 兩個地方 然後其他好像還有這個G把它改成H 這個地方寬度讓它變成5 其他都沒變動 試試看好了 全部折線圖看有沒有全部跑出來 執行一下 看一下 看一下 香港 中國大陸 所以你會在香港 對香港好像 去的人好像就沒有那麼 反而中國大陸 一下疫情解封 很多人去 那日本的話 日本的話 它就是慢慢慢慢一直往上一直往上的趨勢 然後其他南韓 南韓也是慢慢 新加坡 新加坡 新加坡是高高低低高高低低的 好 那最後當然 我們如果希望呢 能夠把剛剛的這個Sub有沒有 這幾個Sub 最後呢 請你在旁邊再增加按鈕 有沒有 因為你如果假設要執行 現在執行蠻麻煩的 變成你 變成一定要點這邊一下再按一下 它才能夠執行出來 所以呢 最後我是希望說呢 你們可以把這個執行動作變成按鈕 按鈕的話 前面我們做蠻多練習 所以最後的話呢 再利用插入 這邊有一個表彈控制項 然後呢 點了這個表彈控制項之後 在旁邊這個地方 把它拉一個大小 然後這個叫什麼 這個叫香港折線圖 我們剛剛寫了四個Sub 所以第一個 這個是香港 然後把香港折線圖 加上去 那底下有另外還有什麼 中國大陸折線圖 還有三圖 全部折線圖 底下的按鈕我習慣是 利用原來的這個複製 把它直接貼到底下 為什麼呢 因為它會一樣大小 你就不用再重新拉一個一樣大 拉到一模一樣大很麻煩 那底下一樣 我把它再貼第二個 再貼第三個 然後分別把底下這個改 按右鍵 重新指定聚齊 這個叫中國大陸折線圖 那順便把名稱也給複製一下 這個把它貼一下 這個是按右鍵 重新指定它是三圖 這邊的話呢就是 這個的話是全部折線圖 OK 然後把名稱複製之後一樣 點一下 把它貼上 完成了 然後試一下 三圖的 這個是香港 中國 三調 全部 就OK了 所以你會發現 我們這個程式基本上都沒有重新寫 都是拿舊的拿來 要不就是AI幫你產生的 要不就是之前拿來改就可以了 OK 那所以請各位試一下 那我把剛剛的要點再說一下 首先的話呢 我剛剛畫圖的 畫那個折線圖部分 一樣是在 這個我們的第幾頁 第... 這裡 有沒有 我是拿這個來 第三頁的地方 總共1 2 3 4 那我其實只是把超速改成香港 酒駕 改成 中國大陸 所以這四個貼 貼到哪裡呢 貼到我們的VBA的下方 那分別呢 針對我需要的程式 把它在哪來修改 這樣就OK了 畫面先還給各位一下 那最後的話 因為有四個SARB 所以呢 你們也一樣 就針對這四個SARB 產生四個按鈕 這樣的話 用起來我覺得還蠻快的 所以以後寫程式 我是覺得啦 如果你們應該學習的重點 慢慢可能不見得一定要 可能把每個東西要背得很滾瓜爛熟 也不見得啦 我是覺得 建議就是 至少你要看懂基本程式 然後呢 再來就是說呢 可以把之前像一些程式當成範本 像這個我們折線圖是用錄製的 所以如果你會錄製劇齊 然後把它變成範本 那以後就可以拿來當成是一個模型 直接拿來當成範本 拿來做修改就可以了 試一下 Cru意 vo... 之前在錄製劇 dinosaur 但是在錄製錄製部分